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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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顺利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何老师 李宗盛 你也能在隔日 超美味 超美味 超放心 赞 李宗盛 赞 李宗盛 欢迎回到九分之一 欢迎回到九分之一 欢迎回到九分现场 我们看一下目前的走势 目前下跌156点 成交量755亿 余顾量961亿 都是这样 开平 只要一路往下走 下刹有量 反弹无量 所有的走势都是这样 下车有量反弹无量 好 那你会问 那老师那明天呢 明天会反弹 可是还是要属于小反弹 好我们看一下 从刚刚点下来 10014下来 第一波弹上来 第二波 34567 看清楚我的数法跟人家不一样 1234567 第一波从101下来到9536 跌了478点 弹上来达到9766 下来到9170 跌了596点 再反弹 达到9500 下来到8516 跌了984点 只有走出一个下降楔形 来这边 8586 现在开始走第七波 那第七波的幅度 不会比 不会比第五波大 什么意思 我昨天讲过了 第七波从8586下来 下跌的幅度 不会大于这个 就是不会大于9500 下来到8516 下来 昱杰很奇怪 不用等它走出来 你等它走出来 你等它走出来太慢了 不用等它走出来 那快的话 快的话 待会尾盘就先拉了 明天直接再拉高 可是呢 这还是属于小反弹 不要去追 不要去追 有做股票的 不要去追 听清楚哦 不要去追 你一追就要套牢 因为坦白告诉你 你只要追 你就套牢 一定套 跑不掉的一定套 人家在所谓的幼 你要看得懂 我要讲了 底部还没有出现 你做股票的多单 就是不要做 没有别的方法啦 台湾告诉你 没有别的方法啦 神仙来做都一样 人家在一直轮动 一直轮动 你只要进场 你就套牢 一定套 绝对让你套的 所以它会一直破理 一直破理 尤其你所看到 很多弱势股 电子股的弱势股 你只要进场就套 很抱歉 不是除以二 除以三 就可以散了的 这一波 你要听清楚喔 下来不是除以二 除以三 就可以散了的 很多要除以十 所以你要把握这种机会 有些股票 它是弱势的 弹上来 要记得卖 我讲的比较客气 要记得卖 那这个走势 今天告诉我们 那你要一做指数的 那你要做什么 因为开盘的时候 马上就长的话 一下急要拉高 你做多就没机会了 跌的话 直接一下杀低 你也没机会了 整个肉都被它吃掉了 它的目的就是 因为现在大家 还喜欢用什么 看盘机 我觉得让你看盘机 没办法去动手 那同样的 那一旦是这种做法 让你没办法动手的时候 短线单都很难动手 都很难做 所以你要去做什么 我们讲的隔日冲 那隔日冲是问题出现的 你隔日冲有风险存在 所以你必须要知道 很有把握的状况下 知道隔一天 它会怎么做 它会怎么走 这是真正的重点 那你如果一知道 隔一天会怎么样 就要学功夫啊 你功夫学到 你自然之下 你去做这种隔日冲 你才有胜算 你才有把握 你如果说你没有这种功夫 你就猜的 就是五成嘛 反正不是长出叠嘛 就五成嘛 那你的胜算不高 胜算不高 所以功夫学到 同财这边 学到就你的 好我们看一下 隔日冲 药灵 隔日冲操作药灵 它这种最好的点 都是在盘中出现 都是在盘中出现 都会在盘中出现 这画的线 这一天一天的 一天的开盘 从这边开始 好它都是盘中出现 那开盘之后 要跌的就直接往下杀 要长的就直接往上走 好 就是说 长的话就开高 跌的话就开低 让你做短线的 很难操作 好 这都故意的 我坦白高中学都故意的 既然实在 人家这样子 故意做 那我们要想 想应对的方式 那如何去应对 就是要隔日冲 好 我们看到 第一个 走出来是什么模式 好 大家看一下 它属于这个 复合形头波动 是属于一种片线 破线之后 拉高反弹 这个跌子所谓的空点 这所谓的标准的片线 走高之后 小底部打出来 打得很漂亮 之后呢 拉高 再拉回 从1234都没有问题 来到5的时候 出问题了 你既然做突破 你为什么不直接拉上去 而又做拉回 而你既然下来了 它也不跌破 再往下走 这所谓的右多 这东西的右多 拉回来 破线了 弹上来 这逃命 逃命是让你空的 好 我们把它放大 看一下 就这个模式 弹上来 会来到这个 下缘线的附近 这个是所谓的空点 那我们觉得很奇怪 下来之后 尾盘收盘的时候 收低 可是开盘的时候 它再拉高一次 可是拉高 它有没有一次来突破 没有一次两次 那个两次 都是所谓的右多 它是属于右多 它不会只骗一次 它隔天还会再骗 所以你要了解 你知道之后 人家是怎么一回事 为什么这样子做 既然是骗一次两次 那下来的幅度都会很大 都会很大 反而是没有骗的幅度 会不大 好 我们都看到了 这是我们讲的 隔日冲的做法 是第一个步 第一个 隔日冲的做法 那长的时候一样 它还是在盘中的时候出现 它有没有符合我们走势 有 即叠间底形 走出来 做拉回 这个是最好的 我们讲的买点 它还是在盘中的时候出现 它还是在盘中的时候出现 出现之后 先做拉高 但拉高之后 这边走出来什么叫牛皮走势 尾盘的时候走出来的牛皮走势 那个时候你就要小心了 那个时候你就要小心了 代表到它隔天 拉高的时候 又是属于片线 它没有直接往上冲 什么意思 打出来这么漂亮的一个底部 往上走高之后 做拉回 再往上冲 这个就是有问题的 这个高点突破它是有问题的 是不是前面那个做延伸 再多一个而已 所以隔天之后开高 做拉回 再冲高 就结束了 所以因为人家没有前一天去布局 它做拉高的时候做出托 你是根本没有 没有出手的机会 出手的机会 就是说人家操作都有它的目的存在的 讲的 人家布局是这样子布的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 接下来走出来的一样 好 第三的时候 拉回来 它又不直接就做跌破 再往上走 走出来是模式 这属于第五个 第五式的一 小心变动性移动性天井 天井高点出现的时候 出现移动了 天井出现移动了 这个高点 急刹下来 跌破这个低点之后再往上走 它并没有再去创新高了 代表了这个天井已经出现了 既然天井出现了 这天井在移动 天井在移动 所以都在盘中的时候出现 几乎都是在盘中的时候出现 那出现的时候 你就去布丹 隔一天 它就反映出来了 都是这样子走势 所以你现在看有没有发现 就是说开盘的时候 几乎就直接就决胜负了 该长的就直接拉高 该跌的就直接杀低 所以你根本下不了手 你做那个 当冲单的人几乎下不了手 我出现这种状况 所以大家有发现了 很难做没有错 因为它是针对什么 看盘机的 你看盘机是用 不管是用KD的 还是MACD 它用15分钟去做的 就是属于短线的 用它去设计的 做出来的 不管是红灯绿灯什么 黄金交叉也好 它就是针对你这个 你有它也有 这是真的重点 你有它也有 所以你每个动作 你会怎么做 它都知道 它都很清楚 所以你是活在什么 古式的储门世界里面 你的一举一动 人家都清清楚楚 所以人家就跳脱 跳脱这个思维 如果跳脱 就把你资格功夫给学好 那你学到 你就知道 隔一天怎么走 就像我告诉你的 上礼拜二 是不是告诉你 压回彻底 那礼拜三的时候 它就是压回彻底 就破线 对啊 礼拜三的时候 告诉你震荡打底 不会直接再往下灌 它出去反弹了 是不是啊 反弹了 短线的反弹 那礼拜五 一样就是短线的反弹 对啊 弹上来就是不会过 礼拜五告诉你 小心拉回 反弹无量 那礼拜一的时候 就直接就下来了吧 是不是直接下来了 又要破线了 昨天是不是告诉你 震荡走低 又至于要往下走 那你知道怎么做 它未来它是步什么局 它下一步会怎么动 那你会很清楚 清楚了之后 你要做这个 就很轻松 就很容易了 这种我们讲的 价差 这种空间才会大 那你现在 你去做当初的话 很难做 没有错 真的是很难做 因为它都把你算好了 你会怎么做 你进场 它也进场 它在想 你会怎么想 你会怎么做 那我们就要想 它会怎么做 它要怎么想 这是我们讲的 两军对战 大家要不要打什么 打心理战 打什么 大家要斗志 所以你要 我们进场就是跟他斗志 那你功夫不够 你拿什么跟他斗 你问问你自己 你凭什么跟他斗 你资金没有人家雄厚的 你消息没有人家多了 没有人家可以更早知道了 那你拿什么跟他斗 你唯一能够赢过他的 唯一可以跟他斗的 就是技术分析 赢过他 你自然就可以跟他斗了 所以功夫给他学好 学到就你的 功夫 有功夫 练功夫 没功夫 学功夫 是真正的 你们所需要的 谢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谢谢操作生理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家证券 无不当真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谁的电话 喂 音师卷 你手机收好了 后手机的 你打我号码 喂 请问是鱼丝点还是韭菜盒 你累了吗 韭菜盒 保力达蛮牛 精力充沛 保力达蛮牛 法人常常在前日布局 隔日K盘决胜负 为什么你不能 何老师告诉你 明日走势 你也能在隔日K盘决胜负 高盛算隔日冲 明日快开辣 今天为你猜本本 高盛算隔日冲 短天期报名 02-2578-3777 2578-3777 法人常常在前日布局 隔日K盘决胜负 为什么你不能 何老师告诉你 明日走势 你也能在隔日 K盘决胜负 高盛算隔日冲 明日快乐 今天为你猜本本 高盛算隔日冲 短天期报名 02-2578-3777 2578-3777 大级害虫 小免灯隔日冰美文 新鲁液一体电纹箱 适用各种电纹箱器 新鲁液一体电纹箱